好那么这个就是咱们制作的一个数据源 咱们来看一下 现在呢咱们看这个数据啊 是不是说制作的还是还算可以吧 但是呢大家来看 对于一个非人点数据来说 它里边是不是冲杂了一些人点 我们看这是一个人点吧 这也是一个人点吧 那么这些是什么原因呢 这些原因呢就是说 在咱们下载下来数据啊 它不见得它的标注啊 就是完完全全非常正确的 比方说一个十万的数据样本 让它把这十万个样本都标对 我觉得它其实这些标注啊 大部分都是人工进行标注的 让人工进行标注这么多东西 然后再输到一个数据库当中 把这个坐标记录下来 不见得每个环节它都能做得非常对 不见得啊就是说 咱们能在非人点数据当中 找到的全是这些非人点 有很多也是伴随着一些人点吧 那么这个情况怎么办呢 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 比方说对于一个人点数据来说 它给咱们标注的是这一块的人点数据 这一块它是有标注的 那么可能在咱们图像当中呢 这一块也有一个人点 比方说这个A和B啊 它都是一个人点 但是呢原始数据当中啊 只给咱们标了A这个人点 那么咱们在实际的随机裁件的时候 比方说我裁到了这个C框 那么这个C框它跟谁算LU啊 肯定是跟咱们给它标注的吧 就是说跟这个A框还去算LU 它算了跟这个A框的LU是等于零的 那么咱们把这个C框提取出来 当成一个负样本吧 但是呢对于这个B来说啊 B也是一个人点 只不过说呢它原始没给咱们标注出来 那么咱们来看 那么其实这个C啊 它是不是也相当于 它会带有一些人点的东西啊 所以说呢对于这些数据来说啊 咱们还需要做一个数据清洗的东西啊 就是说不见得原始的数据它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咱们需要啊 找找问题找找错误 比方说这里呢 咱们哎呀好像来说一万多个样本 咱们从头看到尾一点点去删 这个工作比较苦 那么比较苦这个工作咱们能不能省略呢 为了使得咱们最终的结果是比较好的 通常啊咱们数据清洗也是必须要去做的 你要不愿意做怎么办呢 一般情况下在咱们公司都会请专人去帮你做这个事 比方说请个实习生啊或者是请一些专门做这些标注的 去人啊去帮你进行一个筛选 其实也是可以的 但是啊大家来想一想 咱们有没有一些方法能避免这个东西啊 咱们在裁减数据的时候 为了避免这个东西 咱们可以啊不拿就是跟原来的一个人点数据吧 比方说正例咱们还是造语 跟之前的一个方法一样 咱们还是去算这个IOU 那么对于复利来说呢咱们不找这些人点数据可不可以呢 也是可以的吧 咱们找一些物体检测的数据集 或者是找一些其他的数据集 比方说这个数据集当中啊 它就没有人点行不行呢 也是可以吧 一个没有人点数据集 我无论怎么切 我这么切这么切 这么切或者这么切 我怎么切都切不到人点吧 咱们找一些数据集 只要它里边不带人点的 我可以进行随机的切分吧 这种切分无论你怎么切都不会带有这个人点数据吧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咱们数据集的选择也可以做一些变换 不见得咱们这个副样本的制作啊 也需要用咱们原始的一个 就是说跟正人点数据啊 咱们可以不拿一批训言集 都是可以的 咱们只需要啊 让这些副样本是让它是等于一个 只要里边不是人点就可以的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数据 然后呢 接下来咱们现在是不是说 这个正样本和副样本咱们已经有了 但是呢 这里咱们还需要对这个样本啊 进行一个划分 也就是说 如果说大家熟悉机器学习啊 大家应该知道 当咱们进行一个模型训练的时候 不光说咱们要有训练级 咱们也需要有一个验证级吧 也就是说 当咱们边训练模型的时候 我需要边看一看 当前的这个模型啊 它训练的怎么样 训练的好还是不好呢 就是说边训练 咱们要进行一个边检测操作 一旦咱们发现了 当前模型训练的不好 Test的一个Accuracy啊 才等于70%多 或者60%多 对于个二分类来说 太低了 那么咱们也可以实际的 去调节很多的参数 来去更改啊 咱们模型训练的一个效果的 所以说呢 这里啊 我是写了两个文件夹 一个叫做Train 一个叫做VL 这个VL意思啊 就是Validation 它是一个验证的意思 好 那么现在啊 咱们先来说一下 一会儿呢 咱们要制作这个数据源 也就是说把这个Train啊 和VL制作成一个LMDB的格式 这个制作LMDB格式啊 就是说 咱们现在不能用一下 原始的数据 因为咱们一会儿呢 是用Cafe来去训练这个网络 所以说啊 咱们需要把它转换成 Cafe一种支持 或者说计算效率比较高的格式啊 就是这个LMDB 一会儿呢 咱们会先做这个数据源 那么首先啊 还是先给大家 记一下这个笔记啊 对于这个复样本来说 对于复样本来说啊 它是一个 咱们需要进行一个 进行 一个随机的裁减 在这里呢 咱们用这个IOU 这个比例啊 就是Intersection of Union 咱们算一下重叠的比例 写一下吧 重叠的比例就是 如果说在原始的数据当中啊 原始的数据当中 咱们可以啊 让IOU 通常啊 咱们可以让它小于0.3 这个其实大家都可以设 我小于0.3 小于0.2 小于0.1 小于多少呢 大家这个可以自己订 小于0.3 认为是 认为是一个 负样本吧 然后呢 让它大于这个0.7 让它是一个正样本 其实也是可以的 那么对于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咱们不是可能会切到一些人脸吗 那么咱们最好啊 是拿 最好是拿 没有人脸数据的 没有人脸数据的 当做负样本 这个其实大家都可以自己选择 嗯 这个这种做法 其实有好也有坏 是吧 好在来说呢 就是说这里没有一点人脸 那么坏在哪里啊 咱们来想 是不是说 咱们有的时候啊 人脸框也会 咱们这个人脸模型 也会检测到 咱们人脸的边边角角啊 那么一旦来说 咱们让这个模型 哎 比方说一个负样本 负样本 带一点人脸的 咱们也让它是一个负样本 那么模型就会学到 哎呀 带有一点人脸的 它也是一个负样本 所以说呢 带一点人脸的 我就不给它框出来了 我就框那些最正确的人点 也是会啊 给咱们模型 这样一个建议的啊 就是说 这个东西啊 其实还要看大家 自己的选择 也就是说呢 基于这样一个实际的任务 咱们去做这样的数据 具体实际数据 怎么做 还是完全靠大家的一个实际的需求 来去做的 好的 但是这个咱们正样本 副样本都有了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就可以制作 LMDB数据源 制作LMDB数据源 可能大家现在对这个LMDB 还不太熟悉 其实呢 它就是啊 卡P所支持的 支持的一个非常常用的 非常常用的 分类的 人类的去了 分类的 通常情况下呢 咱们要做一个分类数据啊 也是需要先把咱们的数据 转换成一个LMDB的格式 那么怎么制作呢 咱们现在就给大家 一步一步来说 这里啊 我是不是造了两个文件夹啊 咱们来看 不光咱们造两个这样文件夹 我还有这样两个TST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TST里边 它是什么内容 答的比较慢 我们看看在这个TIT里边 它写什么 首先来说 这里啊 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说大家啊 是一个卡费的高手 咱们可以完全不必 按照我这样格式 去制作这个数据源 你可以啊 随便海 随便 随便 你想怎么做怎么做 是吧 只要你不出问题 那么对于咱们新手啊 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接触卡费 第一次来去做 这样一个实战的内容 我希望大家啊 是按照我这样一个标准 就是说 我怎么做 大家就怎么做 这样呢 会使得大家啊 一开始做的时候 不必 不会出现太多的问题的 我们看怎么做的 首先来说 第一个文件夹相当于什么 在这里 它这个TST啊 默认的目录 就是咱们的一个 春文件夹下 在咱们的春文件夹下 它是不是有两个文件夹啊 一个零 一个一 这里啊 也是希望大家 可以这么样制作数据 就是说 今天咱们做的是一个 二分类任务吧 咱们给它放到了 两个文件夹里 那么明天呢 如果说大家做一个八分类 做一个十分类任务 我推荐大家 在训练数据的时候 还是把不同的类别数据啊 都放在不同的文件夹下 那么大家可能问了 比如说 我都放一个文件夹下 可不可以呢 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这样不方便于 咱们进行一个检查 或者说不方便进行咱们一个查措 咱们都放一个文件夹下 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咱们来考 比如说 我现在净零这个文件夹 我就想看一看 这个人点数据怎么样 我就可以去扫一遍吧 进一那个文件夹呢 我就可以去看一下 非人点的数据怎么样 我可以 也可以扫一遍 这里啊 就是非常推荐大家 当咱们 就是说 当咱们制作数据的时候 咱们要把 不同类别数据啊 进行一个分类的存储 这样呢 能方便咱们进行一个 错误的查找 或者说帮咱们进行一个 数据清洗的工作 这就是咱们的TIT 首先 第一个我们看 它是一个什么杠什么吧 就是说 先指定它的路径 前面的路径呢 就是说 它是在哪个文件夹里 一会儿啊 咱们会把这个 春点TIT啊 默认的指定到 咱们当前的 这个春文件夹下 所以说呢 当前咱们只需要输入在 它在春文件夹下的 一个子目录就可以了 它是 依这个目录里边 然后后面呢 什么什么.jpg 就是它的一个名字 它的这个名字啊 就是一个 non-phase 什么什么.jpg 然后呢 后面是给它的一个 label值 对于第二来说啊 也是一样的 它也是一个 什么什么.jpg 然后后面 它是一个 label值 也就是说呢 当咱们制作 数据源的时候啊 咱们都需要 给它指定成 这样一种格式 前面呢 是咱们数据的 一个路径 后面呢 是空格 我们注意啊 这块是有个空格 对于这个 TIT书写啊 咱们一定是 按照这样的规则 请书写的 后面空格 一个-1 或者是-0 如果说你是 二分类 那就是01 你是三分类呢 就是012 那么大家可能问了 因为我为什么 非要从0开始呢 我从一个 任意的数字开始 可不可以呢 虽然说 这种说法 咱们暂起来 听起来是可以的 但是啊 卡费 默认支持的数字 就是从0开始的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给大家一个要求 你做三分类 就是012 做四分类 就是0123 咱们不要挑战 卡费的极限 我从任意一个数字开始 咱们没必要给自己 找一些出现 莫名其妙的错误 所以说呢 咱们对于 二分类来说 它就是0和1 两个label 这是一个 春.tit 这是一个 VL.tit 对于 VL.tit 咱们的验证数据集 就是说 这里我就 对于验证数据 我就不需要 再给它进行一个 01的划分了 我们可以看这里 我们是没有一个 字幕录的吧 也就是说 VL这个文件夹里边 它都是一个图像数据 因为这个 两万多笔 可能太大了 我就不带大家 打开进去看了 我看了多少 只有8000多个 那么咱们打开来看一下吧 VL里的数据量 其实是比较小的 因为它只是一个 测试集嘛 在这个测试集里边 咱们可以看到 它是既有人点 又有非人点的吧 咱们把人点和非人点 都给它放在一起了 VL.tit 数据里边呢 只需要指定 当前数据的一个名字 然后呢 再指定它的一个 Label就可以了 这个寸呢 稍微点区别 就是说寸呢 它有多少的一个 它是在0这个文件夹 还是在1这个文件夹里边的 好 咱们再来记录一下 首先第一步 咱们要写两个TIT 写两个TXT文件 T2T文档文件 在这里呢 咱们对于一个 寸点TIT 寸点TIT啊 它就是一个 XXX.jpg 不光前面XXX 前面是一个 比方说写个-0吧 或者是-1 它是一个类别的 寸点TIT 我回车吧 然后呢 在这块还有一个空格 空格后嘛 就是它的一个 类别 比方说 它是0这个类别 还是1这个类别 或者是1这个类别 然后XX.jpg 然后呢 它是属于1这个类别 这个就是一个 寸点TIT的样子 那么还有一个 VL.TIT吧 VL.TIT 它底边呢 就是直接一个 XX.jpg 然后它空格 要么是0 它空格 要么是1 也就是说呢 这里啊 咱们是分别 先把这两个TIT啊 给它指定出来 这两个TIT呢 一会儿咱们 在制作LMDB 数据员的时候啊 就会用到 它们两个了 好 现在啊 这个TIT 这个TIT怎么制作啊 这里再给大家 简单说一下吧 这个TIT怎么做啊 其实很简单嘛 咱们现在不是 有这个数据 给它做好了吗 咱们只需要 写一个脚本文件啊 脚本文件去读 这个寸里边 然后呢 这里边每一个路径 每一个文件 写一个循环 都给它找到 写一个循环 都给它找到之后啊 咱们就再写一个 Write函数 往一个新的文件 写往这样一个 寸点TIT文档文件 咱们就先写 它的文件名 然后再写 它的一个Label名吧 Label名是跟什么 对应的 Label名不就是 跟这个文件夹的 子文件夹对应的吧 所以说 子文件夹的文件名 就是它的一个Label 咱们可以这样 就把它的一个 这样TIT的格式 就给它写出来了